助理工程師辭職入港隊 月薪六千元 兇手道道小福無悔僱主一擇 小時候很喜歡看功夫的影片 所以我跟媽媽說 我想去少林寺學功夫做尼姑 媽媽說你很傻 我自己去社區中心 不可以 我要找一些武術來學 就報了兇手道 那時候我學了四年兇手道 考了黑帶 然後第一次打成人賽 就在全港大賽獲得鬼軍 其實是一個很不錯的成績 何止是不錯 十二歲才開始學兇手道 已經有這樣的成績 簡直是天才女 可惜在香港地 就算再有天分 兼顧不到學業 想發展運動一樣不容易 一直以來 她都不支持我玩這個運動 因為我真的給了太多時間 心機下去了 影響了學業 媽媽真的接受不到 然後她就很遇重心腸 跟我說 最後一次是 真的要花心機讀書 我想你考大學 再找一份好工 然後一直直上 最後我都聽她說 然後就完全放棄了兇手道 而杜小鳳真是達成杜媽媽的期望 順利入大學 畢業之後成為助女工程師 至於兇手道這邊 她也沒有完全放低 除了大學時期以換票性質加入U 去到職場也有參加不同的比賽 她還因為這樣 有機會入體院做全職運動員 輕了有K1打 還有有細錦賽打 我就想 哇 細錦賽 有些人可能做了很多年的運動員 都沒有機會出戰 我剛剛進去 就已經被教練選中了 有得打這個比賽 那我為什麼不all in 博下進地一博 所以我就決定持功 她當時都很反對 然後媽媽會覺得 哇 你差那麼遠 六千元一個月 不要啦 女兒又來 又兇手道 最後我就跟媽媽說 我十年前已經放棄了一次 我不想再放棄了 你讓我追一年夢吧 家養我會照給 放心吧 27歲才開始做全職運動員 主力項目 最由一直練開的個人套拳 變成很講求團隊合作和核契的對際型 就這樣想都知道不是那麼容易 但靠著杜小鳳成隊友的不斷努力 就算去到世界級比賽 一樣有好表現 第一次打細錦 我們三個練了三個月 那時候打算進地一博 我問有沒有成績都無所謂 打爆風球 星期六日都會回去練 我們真是很熱血 做一件事 可以拿到第七名 這個是真是我們 超級喜出望外 然後當然拿到細感第七這個成績 我們那個status 都立即就變成Elite A 真的覺得付出了原來是有回報的 我們先不要計較回報 回報是會自己來的 這麼難得拿到一些回報 做全職運動員的四年間 還拿到不少獎牌 但是一次疫情 又令所有東西不同了 32歲的杜小鳳 趁著一年沒有比賽的空檔 去了浸大幫忙做港師 教中學生運動科學 也在機緣巧合之下 入回工程這一行 突然變到百足那麼多爪 空手到這邊 自然不能像以前那樣 握演 其實我就剛剛轉了 做兼職的運動員 轉回part time 那我就 都跟隊友說了我會離開 就不再打一對制型的 最大掙扎是會覺得 一個責任問題 但是後來他大家都 溝通完一輪之後 都明白大家的意向的話 他們都很欣言外語 會這樣讓我離開 再選擇多次 我也是會這樣走的 我覺得這樣 起碼我自己 接觸過不同的行業 然後又有不同行業的經驗 但是如果一開始是做運動員 一路上說 可能我就拿不到大學位 做不到工程方面 現在也是 可能我有第二條路走 可能專一一點 沒有那麼多範疇方面 我覺得這樣精彩一點 人生